胡歌发际线实力抢镜,36岁发际线太高了,和他们相比不扎小便更帅。 胡歌扮艺术家,扎了个小便在脑后,结果发际线实力抢镜,因为脑门亮成了爱心形状,成为一大景观,非常的巨人戏,粉丝为观,欢喜不已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胡歌这发质不是很好,有秃头的危险,整个人看起来很苍老,不知道经历了什么,才36岁,这病脚开始有白发了。 这发际线简直实力抢镜,让粉丝乐开了花,老胡不用送爱心了,这明明白白的写在额头,粉丝们可以随便拿,老胡不会心疼。 还是把头发放下来,这额头没有那么亮,有点胡须没关系,但这小便还是少扎。 额头额头领的王凯相比较,老胡这发际线也是堪忧,看王凯这发质多发,额头也没那么闪亮。 额比自己大三岁的好友霍建华的发际线相比,老胡这也是绝顶版本。 比自己大六岁的静东大哥相比,老胡这发际线也是很聚光,看看静东的发际线一点都不高,男人的发际线最容易拉高年龄,老胡这艺术家的打扮看起来很有型,实际很显老。 和额头领同领同款发型的周一维相比较,老胡这发际线也是亮了很多,最近越来越时尚的周一维看起来比老胡年轻好几岁。 和额大六岁的陈坤长花相比较,老胡这发型也是hold不住,还是别扎小便了,不合适,明显仓老不少。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,建议老胡不要再留这样的发型,粉丝看了揪心,尽管一大个爱心惹人爱,粉丝们还是希望老胡更加年轻,毕竟还没结婚生子。 老胡最近在参演话剧如梦之梦,形容枯稿,很像五号病人,对角色认真很好,但这样伤粉丝们的小心心,谁不希望自己的偶像越活越年轻。